张嘴就来 孩子啃上一大口的排骨 必须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一缸子蛋炒饭里的火腿 府上必须道道地地在台湾 明年1月1号开放 韩瘦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 但不能进到学校孩子的口 政府规定学校营养午餐 只能吃国产的猪肉和鸡肉 以后一盘子端上来 卤鸡块要台湾的 汤里的贡丸要台湾的 炒青菜要有机的 其他还要飞机改的 台北市一餐营养午餐 收费50块左右 云林县还只有20多块钱 虽然一人一餐可以补住3块半 但孩子要吃得好 这业者能吃得消吗 团餐业者是需要有合理的价格 以目前在台北市来讲 一个鸡腿饭都要110块了 一个排骨饭都要890块了 去哪里去吃营养午餐 像中南部的营养午餐 还有那30几块的营养午餐 大家都说团餐就是薄利多销 所以薄利多销这个金箍咒 套在团餐业者的头上 其实就是食安风险不断 钱已经捉襟见肘 又传出要求业者 从生鲜到加工食品 都要有产销履历 岂不是人仰马翻 我们的定调也是 不一定要产销履历的 产销履历也可以 CS也可以 有机也可以 QR Code也可以 最基本的就是要吃国产的啦 农委会星期六 将跟团扇餐和业者开会讨论 初步规划 使用国产的猪肉鸡肉就纳入奖励补助 要补助多少呢 还在精算中 怎么样让马儿跑 又让马儿吃够草